老和尚慈悲 诸位师父 以及在座的精进菩萨们 大家好 好意好 昨天我们说到了 观世音菩萨慈心满愿的 现身求愿 我们现身中 向观世音菩萨的一切祈求 只要你求 菩萨都决定给你感应 但是想要观世音菩萨 满足我们的现身求愿 那我们要有定有会 所以决定要先做到 有定有会 这个大前提 那 你所求的一切 观世音菩萨 他不但会给你 而且是无限量的给你 因为你所求的这些五欲 并不会害你 反而能够帮助你的修行 现在 在墨学就讲一个观世音菩萨感应的事情 给诸位听 这是民国初年 一位刘三英居士 他描述自己 为母亲求健康 求长寿的经过 由于刘三英 他的母亲身体很不好 于是 刘三英 他便发愿 跪在观世音菩萨的面前 送普门品 大悲咒 还有持送观世音菩萨 每天都跪好几个小时 他刚开始 在这样用功的时候 跪得腰酸背痛 膝盖痛得 连跪都跪不下去 于是 他便起了一点退悔之心 他心想 母亲的这个病 已经这么久了 看医生 吃药都不会好 可能也不是 念观世音菩萨 就可以好的吧 当他有这样的想法 他又提起了一个正念 没有恒心 怎么能够得到感应呢 于是 他便继续地发愿用功 不但每天 拜观世音菩萨 送普门品 而且还拼命地 行善积德 就这样过了几个月 刘三英居士 他在用功的时候 就不觉得辛苦了 而且还觉得很清安 可是就在他用功得到法喜的时候 母亲的病忽然变得非常严重 于是母亲便对刘三英说 孩子啊 我看你 每天为我这样诵经 拜佛 可是我的病 却越来越严重 大概是为娘的福博 没有福报 消受吧 你就不要再拜了 你就不要再拜了 刘三英居士 跪在母亲面前哭着说 妈 这不是你无福消受 这是孩儿的孝心不够 妄念未除 没办法感动菩萨 于是 刘三英居士便叩头 对天祷告 拜佛 拜到额头流血 就在当天的晚上 刘三英居士就梦到观世音菩萨 坐在他母亲旁边 手上拿了一杯翠绿色的水 灌到母亲口中 隔天母亲的病就好了一半 后来三十几年的重病 完全痊愈 而且也活到了很高的长寿 我们由这个故事 你就可以体会到 观世音菩萨的悲心 只要你是真正一个 为父母 为众生的心 菩萨没有不感应的 之前说到 观世音菩萨就好像 我们的妈妈一样 已经帮我们 把一生都安排设想好了 其实 菩萨还要等到 你向他求 他才给你感应吗 他怎么不知道 你孝顺母亲的孝心 他怎么不知道 你生活过得很不如意 有种种痛苦 其实 我们的心愿 菩萨都已经知道了 就看我们自己 有没有定会 看我们自己 怎么求了 大家要好好 以至诚感恩之心 来念观世音菩萨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